抓住一支赛博合同 又遇到了一个赛博艇 怪不得着这么紧 呀吼 大家好 我是乌乔 我是木木呀 又要去美国 Apple星期间发布会了 goo 我们四月集合呀 行 到时候配合了三边演出 我要坐船上船了 我刚在家困得不行了 但我说不行这个叫 我要叫飞机啊 那不行万一你错过了 去餐怎么办 他会叫我的 好傻啊 你也给你捏走了 不要乱哄 所有人都在拍他 悠悠捏着他的爱奇艺 走向了登机口 他还已经下载完了 好在我提前下载完了 三嫂学校我们又来了 好配合呀 竟然是一间卫方 一世礼貌 哇哦 哇好漂亮 好多人住酒店 不跟人住在的尾房 大概是因为风水不好一点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尾房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 它有双面的玻璃 采光超级好 阳气超充足 这一片 还可以用来活动一下 留住 笑的功夫 什么的 嘿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准备出发去APP 参加新品发布会啦 早上先领个物 其实是媒体包啦 要还回去的那种 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媒体包 可是厉害了 嗯 是 有啥呢 有一只梦梦 这个绿色小排排 是我们的媒体牌 没有这个牌子是不能进来的 牌子不一样的颜色有不一样的意义 比如说红色就是被苹果救过命的人 然后那个 哎不过是一直给我跳那个 超过10分钟不运动 心率达到120以上那个提醒 然后那个提醒之后呢 就是就发现了有心肌炎 然后呢就是 还是比较 比较严重的 然后呢就去 医院住了看你 不久 然后呢在这个 在这之后呢我就 写信给了提醒发了邮件 然后大家都知道每天结束完 一件事情就是 太邮件了 真的就胡到 然后突然之后呢 他就把我这个是分享给了 Kane和Sally 哦好过啊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嘿 登登 有个 虹虹传语机 可以调各种各样的频道 所以如果你非得要听别的频道 你西班牙语 哦对我就是要听西班牙语 哎对你就可以切换到你相应的频道 拿一个耳机 我会傻傻的爱你 谁也还是那座山 谁也还是那座山 哎呀对不起 救命 哈哈哈哈 港湾是港啊 我们就给我死后去的吗 跌是跌来 娘是娘 开始准备往下走了 好多人呐 乔布斯剧院 我们现在已经入座在乔布斯剧院里了 然后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 一般科技博主会选择坐在比较靠后排的位置 因为这样发布会结束以后 就能立刻冲出去到对面去拍芯片了 但是呢 因为他们已经把后排位置都抢到了 所以我们只能坐在这比较靠前的位置 但是没关系 这样的话离大屏幕就一样 看视频看的更辛苦 BGM 别舒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往外冲 觉得所有人都抢跑 是的 不是吧 远远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开始指了 抓住一只赛博核同学 又遇到了一个赛博庭 怪不得这这么紧 拍完啦 撤退去这片子 发布会结束以后 大家就会在这个Apple Visitor Center这边办公 然后会里面有一些免费的小食提供给媒体 然后如果点热拿铁的话 就会获得一杯苹果拉花的拿铁咖啡 这块感觉好像是手指头推上去的 我没有看它怎么拉的 它应该是那种画了一下吧 所以我们要办公了 OK